记者吴正峰台北报道,曾在国军剧最好的选择饰演县兵的男性古茂玉,现为台北市监医美诊所比乃美的副院长,一名病患日前于该诊所发生医疗纠纷,状告古男与刘姓负责人监医师,台北地检署侦办后,赫然发现刘女根本没有医师执照,涉嫌违反医疗法,12日传唤刘, 古两人说明,刘女承认无牌,以十万元交保,古男虽称不知情,检方仍预令她以五万元交保,据悉,刘女承认没有医师执照,否认从事医疗行为,古男则便称不知道刘女无牌,强调未参与医疗过程,但检警不排除她知悉整件事情的脉络,因此仍预令交保后传,提告的病患是网拍小魔, 也是比乃美的员工,经古茂鱼介绍进入诊所上班,为了享受大腿跟屁股,又不希望由男医师操刀,便协调由刘女负责,为了术后身体不适,气得怒告古,刘两人业务过失伤害,承办的北检检察官调查后, 发现该诊所的名义负责人竟高龄九十几岁,追查下去才知她原为传医诊所,由庆生医院前院长陈良善经营, 2014年交给刘女接手,刘女虽曾读过医学系,但无医师执照,因此向他人借牌经营, 检方认为此风不可尝,12日亲自带领台北市刑大与卫生局人员前往搜索与居提,查扣上百样药品,病例,账策等证物, 并带回谷,刘两人接手侦训,令传患曾在该诊所任职的蔡幸医师作证,训后预令股五万元,留十万元交保, 蔡泽请回,12日搜索居提示,古男宛如惊弓之鸟,吓到不知所措,狼狈地被带到北检, 射入密伊犁案,与他在国军剧中的阳光,帅气形象截然不同,外界非常诧异。